香港現在很多東西都要搶,尤其是人才 港大醫學院就出招 被學科中最頂尖的學生提早一年畢業 我們不是讀少一年,是讀快了一年 將所有東西濃縮了一年 讀少一年是兩碼子的事 我們百分之百在醫科方面沒有減少 這個計劃叫結出醫科學人 學生可以選在第一和第二學年同時收讀真潤學年 第三學年開始收讀臨床課程 第五學年收讀醫科課程 適合有意提早完成課程的學生 完成課程之後,可以選擇申請獎金繼續讀博士 畢業之後有機會入港大醫學院 擔任臨床助理教授 而結出醫科學人沒有固定名額 但預料一年有20至30個學生合資格 但整體來說,300個畢業生每年 其實很少,很頂尖地會走過一條路 他又強調不會單以成績決定學生可不可以參與 亦都要視乎他們的決心和毅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